欧洲台湾协会年会日前在欧洲议会举办一场关于两岸关系的座谈会 蔡英文总统发表录影谈话 蔡总统向欧洲人士说明 中国大陆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扩张 根据自身需要和利益制定另一种全球秩序 迫使许多国家选边站 这也让台湾面临挑战的最前端 保护我们的审美国民族 但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一个自由民主义的法律 只能够避免 如果同样的国家 包括我们的美国伙伴们 也能够合作为更多的好处 首席两岸情势的欧洲议会议员史蒂芬尼兹指出 台湾因邦交国减少而损失盟友 但欧洲与台湾关系良好 应有更密切的合作 国家的民族国家 必须共同国家 与其他人 所以 欧洲的英国必须 顺利益在台湾和亚洲 我们必须做得到 在明清晰的方式 而且部分的方式 是认为我们有一个地方 在台湾 主歐盟兼比利时代表曾厚仁表示 中国外交政策侵略性越来越高 也让欧洲人士对台湾处境有更多了解 但我们仍获得欧盟许多深远力量 感谢观看